今年的动漫电玩节除了参战伤亡到踢了脚之外 还有满场飞的他们呀 我说的只不是一个个cosplayer 无论他们的角色是可爱型 或是尾艳型 大家都打扮到花枝挑战入营入甲 场里面的龙友都起誓狂凌 星期二色逢是场内的cosplay大赛颁奖礼 20个cosplayer 个个衣服都漂亮到扔一声 自然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的cosplayer 朋友仔 粉丝们和其他的动漫迷 结果扮演Final Fantasy人物 今年第一年入围决赛的新秀梁晓雪 连夺新秀奖、分组冠军 以及全场总冠军三个大奖 原来这位三秒冠军 还是今届的文行试考生 赢到比赛相信都是凭着他的艺术天分 DIY这件漂亮包镜的战衣 因为我比较喜欢时装设计这方面的东西 有时都喜欢纸车衣做道具 我在学校的成绩那里 美术就会比较好 其实我比以前大胆 以前我是不敢跟其他人说话 还有我也会耐性多了 因为我都要逐条逐条街在深水埗找材料 他又说新学年将会独时装设计的高级文憑 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最沉理想 而梁晓雪的师傅 已经赢了六届比赛的王少林 虽然以拿手反串的英雄造型亮相 但最终都只是和徒弟仔评分总冠军 最后都说徒弟仔的表现令他眼前一亮 很高兴 我都很高兴 新手这么厉害 我都一吓汗 这类大型道具都是我的风格 大家所见近几年的大型道具都很多 所以我要再找一些突出的方法 再想多一些杀杖 今届四位得奖者 清一色都是美女 王少林说 女仔除了扮动漫里的美女角色之外 扮男角色就更加英俊 甚至比男仔更好 他在星期四就会骑着他的烈火战车 远赴日本参加另一个Cosplay比赛 和世界各地的Cosplayer一较高下 他能不能够拿到好成绩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ONTV 东方电视 新闻台的答